哈囉大家好 我是我Elaine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關於國際交流的經驗談 我想要拍這個主題呢 主要是因為有很多粉絲朋友們 尤其是高中生會私訊我 想要問我大學生到底有哪些機會 可以參與國際事務 那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關於這個主題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在大學期間 也參加過蠻多的國際交流的活動 包含國際讀書會啊 或者是國際會議 甚至是跨國的那種營隊 或者是像是可以去其他國家交換 這些事情我大概都有做過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覺得他們之間有什麼不一樣 還有我是從哪裡得到這些國際交流的機會 那也想要給大家做參考 就是各位可能剛上大學 或是即將升大學的粉絲朋友們 如果大家的興趣在此的話 希望大家都有機會可以把握在大學期間 可以做這件事情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 到底呢有哪一些國際交流的形式 第一個是線上國際讀書會 關於線上國際讀書會呢 簡單來講就是可能你們參加這個計畫以後 會被分成一組一組的人 然後每一組的人呢 有一幾個就是會有不同國家的人參雜在一起 然後大家呢會一起去討論一個主題 或者是看這個計畫 他訂的教案是什麼 然後大家會每個禮拜啊 或者是每幾天就會約好一起去討論你們 這個禮拜需要討論的議題 那最後可能會有一個有點像是報告的形式 來跟大家做報告 那這個形式呢主要都是透過線上交流軟體 就是線上會議軟體去進行的 所以其實是老實說是不需要有太多的花費 你基本上你只要有網路有電腦 然後有通訊軟體的話 基本上你都有辦法執行 那第二種呢是線上國際會議 那線上國際會議呢 其實跟前一個就大同小異 只是不一樣的是可能線上讀書會會是 會進行maybe一個月或是一學期的時間 那可能會定期舉行 但是國際交流會議的話 比較像是他每年啊或是每半年或是每兩年 或是更久時間 他就會有一個幾天啊或是一兩天的時間 然後去進行這個會議 那在這個會議當中呢看你是參與 比如說你是當台灣代表啊 或者是你只是一個旁聽者等等 如果你是代表可能就會代表台灣的立場去發言 你如果只是一個旁聽者 那就比較像是你在聽一個演講這樣子 第三種呢就是接待外籍學生 或者是跟他們一起舉辦國際營隊 這件事情呢我就有做過類似的 簡單來講就是可能跟大家想的一樣 會接待一些外國學生 不論他是來台灣念一個學期或是四年 或者是說他只是來就是可能一個暑假的時間 身為一個接待學生啊 你可能就會接待他們照顧他的食衣住行育樂 告訴他教室在哪裡啊 或是告訴他要怎麼搭捷運 或是週末的時候陪他出去玩 這些都是身為一個接待學生會做的事情 這個的話我覺得是不需要花太多花費 基本上來說 你只要花時間陪那個同學出去玩 花花心力回他訊息 這樣子其實應該就是很像是照顧一個 另外一個從外地來的學生的概念而已 再來呢第四個是參與國際會議 參與國際會議的意思就是 你真的本人飛到開會的地方 然後在那邊參與會議 通常這個時候 你可能都是這個會議的幹部工作人員 或者是代表 像是你可能是代表台灣啊 當台灣代表這樣子 這種時候啊 常常你去的去之前都是需要經過征選的 因為不管你是一個組織的幹部行事去 或是你是以台灣代表的行事去 你都是需要經過征選你才能代表台灣 或是代表一個組織 這個可能就是需要大家一點時間去培養自己的履歷啊 或者是培養自己的經驗 除此之外呢 就是這個相對應之下 也需要一些花費 不見得每一個會議都是有贊助大家履費或是機票 那你到那個地方以後 你的身份呢 就可能要格外的小心 因為畢竟你是代表台灣這樣子 在發言上 你可能就要多想一想 然後行為上也需要注意 在這個會議裡面呢 就看每個會議討論的內容可能不一樣 像我之前參加的是亞太區醫學生國際會議 在那邊大家可能討論的是 關於各個不同醫學生相關的議題 像是我之前參加的是性健康相關的 那可能就會討論一些不同國家在性健康教育啊 還有醫學領域上面的一些不同 比如說性病的污名化啊 或者是像是母胎健康啊等等之類的議題 那可能就會跟不同的國家討論 這裡就可以了解到不同國家 他們對於這些議題的想法有什麼不一樣 那也可以分享台灣自己的想法 這我覺得主要是學生可以做到的事情 真的說學生要有辦法推動一個議題的話 我覺得推動一個政策可能還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在這種國際會議 以學生的身份去參加的話 通常也都只是在模擬政策的推導 或者是分享彼此的想法而已 那再來呢 第五個就是交換學生的計畫 那交換學生的計畫 我相信應該是很多人都還蠻有興趣的一塊 在這裡的話交換學生的計畫 短從可能一個月兩個月到可能一學期一學年 都是有可能有不同長度的計畫 在這個之前我覺得大家先想的是 這個交換計畫到底有沒有算學分 如果你是考慮到學分的問題的話 那你可能要想想看 這個你去了這段時間 你修的這些課有沒有辦法算成學分 另外就是說去做了這個交換計畫 會不會導致你需要延避 這可能就會影響到大家的生涯規劃 所以大家可能就要稍微想一下 除此之外呢 因為是去比較長的時間相對應的 如果你是去一些可能物價比台灣高的國家的話 你可能在花費上就 預算上就要再稍微再自己想一下 自己的經濟是不是允許 以上呢是五種我覺得 比較常見在大學期間 大家可能會遇到的一些國際交流的形式 那第二個部分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關於 我到底要從哪些地方得到這一些交換的機會呢 或是說我到底要從哪些地方得到這些國際交流的機會呢 首先第一個最簡單的就是 學校或是你們系上的系辦呢 一定會跟某一些學校有做簽約 或是某些組織有簽約 那大家就可以透過這個組織去 透過學校的計畫然後去參加 像我之前參加過的跟大阪大學的國際交流讀書會呢 就是系辦跟大阪大學簽約 然後有辦法去執行的 那像有一些同學可能會去花一年或是一學期的時間 也許去澳洲啊或是去美國 那些可能就是跟學校有簽約 那每個學校簽約的國家還有學校可能不同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各個學校 可以去你們學校或是系辦的那種國際交流事務處 然後可以去問問看他們有沒有類似的計畫 然後你是符合資格可以參加的 第二呢就是學生組織或是一些非營利組織 他們可能都會有一些交流機會 比如說像我之前自己去波蘭的醫院交換啊 那個就是透過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然後跟波蘭當地的醫學生聯合會做簽約 那讓我們的學生可以去他們那邊 他們學生也可以來台灣 然後做相對應的交換 那這個呢也是透過學生組織去溝通聯絡的 所以就不是透過學校這樣子 再來呢目前應該也有不少的組織 是在做相對應的交流機會 那大家可以去查查看自己可以觸及的 也許相關的科系啊或是你有興趣的組織 或是國家有沒有在做類似的事情 那第三個呢就是付費的留學計畫 這個啊就是給一些比如說覺得前面前兩個 剛剛在講那兩個可能都是需要你有一些資歷啊 經歷可能需要透過申請可能會看你的成績 或是你以前的經歷等等 然後去評斷你有沒有適合去加入這個 你有沒有資格可以去參加這個計畫 因為畢竟這些上訴兩個計畫 通常都是有一些經費的補助 所以可能你去的時候會比較便宜 或是可能有一些額外的資源可以享受 但是如果你覺得上面這些東西就是申請很麻煩 你對自己的經歷啊或是成績沒有自信 或者是說你很擔心自己在申請的過程中覺得太麻煩的話 那沒有關係你也可以試試看有一些付費的留學計畫 那這些計畫包含學校或者是一些外面的一些組織 可能都有在幫大家代為申請 或甚至是你要自己去跟那個學校單獨做申請也可以 只是說這個花費上可能就不會像前面兩根 某一些學校或是國家有簽約 所以它可能價錢上會比較便宜 那預算需要再拉高一點 那大家可能就要稍微再想一下這樣 那最後一個呢 就分享了這麼多關於不同的形式啊 還有要去哪裡申請 最後大家一定很想知道說 那我到底要怎麼樣去選擇一個最適合我 還有我怎麼知道我最想要去的是哪一種 我覺得這邊大家可以先想一下 你為什麼會想要去做這個國際交流的行為 我覺得最常見的就是一個是 去訓練自己的英文口說能力 或第二個是想去看看外國的學校制度是怎麼樣 那第三個有些人可能是就想要跟國外的學生有一些交流啊 然後了解他們思考模式等等 那這些呢都是大家常見會想要做的事情 當然其他可能有些人就真的是想要未來去國外念書 然後想去先去那個國家看看你喜不喜歡那個學校 這可能也是有 就按照大家不同的需求 你可以去做相對應的選擇 我覺得如果說你會來看這個影片 可能是你對於自己的能力 不管是英文能力 或者是跟外國人交流的能力啊 或者是說你的經歷你不是非常滿意 或是非常的有自信的話 大家可以先從簡單的比較沒有成本的開始 那我最推薦大家開始入門的就是線上國際讀書會 因為這種線上國際讀書會啊 其實你每個禮拜只要花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參與這個會議 那可能事前可能也是花一兩個小時的時間去準備 這個討論會你需要準備的內容 那而且在這個討論會當中 你通常是可以看著你事先已經查好東西去發表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你的英文能力不好 會不會當場不知道講什麼 或是講出錯的事情 因為基本上其實你就可以直接拿自己的手稿照念 那其實這個互動時間久了以後 你的英文能力一定會慢慢提升 你跟其他人溝通啊 發表自己想法的能力也會慢慢的提升 同時它也是一個成本算是蠻低的一個活動形式 所以大家如果說害怕自己 不確定自己是要從哪一個形式開始 你會比較喜歡的話 你可以每一個都嘗試看看 那需要比較高花費的 你可以擺在比較後面 確定自己的經濟能力許可以後再去參加這樣子 那最後我是跟大家說 我自己參加了這麼多不同的國際交流的活動 那我自己覺得大家 因為很常看到大家會讚美我說 我很厲害啊什麼的 可是那只是我表現給大家看到 好像都是我很光鮮亮麗很厲害的一面 可是其實我從一開始也會是很破很破的英文 那像我之前在那個分享那個英文怎麼讀的那個地方 也有分享過 就是一開始也是從很破很破的英文 那可能會講出一些很尷尬的話 或是聽不太懂別人在說什麼 那也是慢慢從那個地方開始慢慢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進步 然後當然就是出此之外可能對於自己一個人到國外去生活啊 或者是旅遊啊等等 自助旅行都是非常害怕 然後擔心沒有經驗的 但是所有事情都是需要大家跨出舒適圈 然後慢慢去試慢慢去練習 才會越來越好的 當然這中間除了一直在講的英文能力之外 也學到了很多不同國外學生他們的想法 就是跟我們很不一樣 或是他們的教育制度 他們的生長背景就是把他們訓練跟我們很不一樣 那這個不一樣程度包含就是在一些可能嚴肅的議題 包含我們可能在討論一些 maybe在討論一些性健康相關的議題 或者是包含我們對於一些醫學教育的議題的想法 甚至關於我們週末要去哪裡玩 這可能都是一些很不一樣的想法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確實是很難透過大家 也許在家看看一些外國人的影片啊 或者是說你看一些旅遊Vlog可以獲得的 我覺得很多東西還是必須要大家自己去行管理路才可以學得到 那今天呢這個影片就分享給大家 希望不會太沉重 雖然是我自己覺得是內容非常扎實的一塊 因為我覺得很多可能高中不太能理解一些大學生的一些學校的資源啊 到底你說資源很多到底是資源有多多 可能大家沒有什麼概念 所以今天我就統整了一些我自己看到 還有我自己有參與過的內容好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順便訂閱我一波記得開啟小鈴鐺通知 這樣子你就能收到最及時的更新資訊啦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先到這裡囉 掰掰 那接下來第二個部分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關於 那第二... 那第二個部分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關於 我們來看看 到最近一個月就是關於 開店的名牌 是在他們介紹的 我們來打聽說 看一下 吳 nächste公司 我們來打聽說 這個程度會來打聽說 陳真心 大家廢 我們來打聽說